品川说论镜天天 了莫说 大家好 我是品川 今天来解说一场昨天带来的比赛 别逼我背 10月20号 由浪漫大战苏眼 本次比赛一共邀请了四名顶尖选手 打循环赛 然后前一前二再打一个决赛 这场比赛的话 四名选手是浪漫 苏眼 星巴克 还有Happy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这四名选手在这个迪拜线下比赛发挥都不错 确实 这也是现在比赛的特点 就是谁可能说在某一次比赛中发挥比较的爆冷 英秀 然后老板就会各种赞助比赛还邀请他来参加 现在比赛总奖金可能跟以前没法比 但是现在的比赛数量非常的多 一天至少有一两个比赛 甚至多的时候有三四个比赛来打 所以奖金每一次的奖金可能少 但是他数量多起来也不少 好 看一下本场对抗 有浪漫大战Soying 力图选择的是CH 浪漫的话现在世界第一人组啊 首发大法师 Soying的话 目前也是韩国发挥比较不错的手组选手 在这次在前几天的迪拜线下比赛 他也是韩国选手中成绩最好的 拿到了第三名 Soying选择的是先知 家里的话放下了战争模仿 那就是先知配猎头 好 先知大战大法师 开局的话双方练级 感觉都练得比较保守 并没有上来就练低筋实验室 而是选择练一个433小点 看一下装备怎么样 大法师 开局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先知这一边 运气的话也不是很差 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好嘞 我们看一下浪漫会不会练分矿 往分矿这边走了 但是民兵被并没有动啊 好 他应该是练狗头人 没有去练分矿 那没有练分矿 大概率浪漫是要单矿来的 单矿的话可以出火枪 也可以出法师部队 目前来看并没有放铁匠铺的意思 那大概率应该是出法师部队了 先知 好 继续练小点 先知这段地图也还行 一开始有小点先知单个人可以练 后面的话猎头越来越多 可以练一些大点 只换加四 大法师 二级了 大法师的话节奏还是到三进攻 现在怎么规划练级细节呢 这个点练完到不了三 哦 可以 这个点再一练 有机会到三了 可以 六个民兵 选择的是练个小点 没有练分矿 分矿比较难练啊 好 二本开始升了 受阻的二本科技稍微领先一点点 好 收音的话 哎 这个狼卡位就卡得很秀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嘿 卡位卡得很秀 野怪的走位比较好预判啊 所以卡位卡起来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这边打了一个大无敌 好 浪漫福特曼侦查到了 哎哟 居然练大点 那大法师的话直接过来抓 三级大法师 抓个二级先知 岂不是首到请来 现在收音有四个猎头 这边的话有六个福特曼了 走位小心一点 哦哦 猎头被干掉一个 先知的话现在离三级还差一点点 啊 没有到三 还是稍微的先 打得保守一点啊 不要硬钢 浪漫的话 残血的步兵 可以找个机会去泡温泉 这张地图有两个温泉 还是比较舒服的 好 水元素 二级大水源 水爸爸样的存在 目前来看正面的话 受阻可能不太好拼 但是我可以跟你拖时间 是吧 你去打我基地 我就揍你 哎 你揍我 我就走 好 这一波浪漫还是想过来拆一波 大法师到三级之后都喜欢 就受阻家里拆一波建筑 过来一拆 那先知又回来了 这猎头虽然看起来脆啊 但是它输出也不低啊 数量一多起来 抽起这个水元素非常舒服 人族一般单矿的话 不会升 不怎么会升顶对付的慢 为什么呢 因为单矿啊 它资源有限 它要把所有的资源 用来戳二本兵 好 先知到三级了 到三级之后赶紧把水元素给戳了 就戳戳戳戳戳戳 这一边泡个温泉吧 后面富特曼 后面这个狼过来了 可能就泡不了了 好 看看奥特大水元 狼能不能咬掉 送你了 这个消失了 好 大法师现在三级 先知也三级 富特曼的话泡温泉的泡温泉 但是狼一过来泡不了了 科技情况 奥本即将升好 一本的话 双方都是练到了三级 然后打了一波架 目前来说啊 并没有分胜负 欧大法师还想过来继续骚扰 确实兽子关键时刻 有二本建筑 来 拆一波拆一波 多拆一点啊 为自己的一个后面 二本兵成型 拖一点时间 我拆你二本建筑 让你成型的慢一点 我成型的快一点 魔兽啊 其实就是打一个时间差 哎 大法师的话 这一波扛不住了 靠水元素过来 这里的话 应该可以把这个灵魂小屋给拆掉 兽篮暂时是拆不动了 牛头出来了 居然升彩力板了 最近的话 所以比较喜欢升这个冲击波啊 好 这个要看形势而定 我现在升七日空击波没啥用 还是彩力板啊 能留下几个福特曼 好了 这一波的话 留下了两个福特曼 但是浪漫 也是把对手的灵魂小屋给拆了 大法师 带着福特曼 好 终于可以泡温泉了 不容易 接下来就是二英雄要上场了 那二英雄上场之前先历练集 最好能练到三 但目前来看的话 大法师并不想和平啊 我想继续过来战斗 我又看见了 小青蛙还卡了下大法师的位置啊 好 我们看看兽足家里 灵魂小屋 现在要赶紧造啊 因为你没有驱散能力 后面人组这个驱散单位一来 可能就难受了 这一集我们也看见了啊 浪漫刚才兽篮 他本来快拆掉 他没有拆 他去拆了一本小屋 这也是因为战术决定 因为战术决定 人组后面的话是出法师部队 只要兽足 没有什么驱散能力 法师部队发挥的空间就比较的大 好 山丘出来了 山丘出来之后呢 赶紧练 练到三级最好 练不到三 最好也是到二 好 兽足这一边 也是赶紧练这个二英雄牛头了 大法师 泡温泉 先知过来抓你练级 这边的话山丘 带着富特曼赶紧练 家里优先出这边的男屋 然后出一两个女屋 最后的话就是出破法了 破法当前排 硬钢能力还是比较可以的 主要是硬啊 好嘞 牛头双线练级 先知的话抓到大法师 有这边的一个狼旗哦 狼旗王马上升好 升好之后 到时候一网 要小心不要被围住 双方二英雄都是练商店 牛头的话现在打了一个幻象拳杖 可以啊 以甲乱针 先知 呜呜呜呜呜呜呜 大法师大法师会被围住不 如果大法师有鞋子 还是蛮灵活的啊 不太好抓 牛头一看 你走了 那我继续练 这一边的话是想练这个 哎 七级的黑胖子吗 看看试试啊 把他勾过来 卡一下位置 山丘 二级了 牛头继续练 先知的话 要不过来骚扰一下 好 大法师 七级黑胖子勾出来 哎 好 没有围到这里啊 在这里照样围 反正我数量多 这边看看七级黑胖子 能不能打一个光环类的装备啊 来 一个围杀 解决掉 老牛 耐久光环 可以 这一边 牛头率先到三级 打的是一个血牌 人口41 43 看起来人口差不多 不过呢 牛头的等级领先 所以山丘赶紧要加油了哦 大法师幻象 去看一下对手 有没有往这边过来 要过来的话 这个点要谨慎啊 明明一敲 赶紧练赶紧练 大法师的幻象 吸引注意力 哦 你还别说啊 这大法师的幻象 有个细节 幻象的话 要放在山丘身上 这样幻象一下大法师 对手暂时 不会发现是幻象 如果幻象在大法师身上 对手一看 看你这大法师走得那么风骚 应该就是幻象了 来了 牛头到三级 两个人都有幻象 好 大法师 绕了一圈过来 拆一下建筑 哦呦呦 大法师 拆拆拆拆 能不能拆掉 用生命再拆 牛头踩一脚 踩一脚 踩一脚 大法师 踩一脚 那这一波大法师阵亡 非常关键 大战在即 主将阵亡 那花钱买是能买出来 但是也费钱啊 花钱买出来之后 你就少出了很多的兵 来来来 牛头 这个是幻象 看牛头走位这么风骚 就知道是幻象 所以山丘并没有去捶 好 双方正面交战了 来 刚好啊 你再练大点 不过信号是勾出来练 如果在里面练的话 很可能屁股就会被捅烂了 哦 山丘被萨满金花留一下你 围杀大技 大战身上有大雪 山丘升到了三级 赶紧过来进攻 再不进攻 对手分框开出来就不好弄了 牛头有三级 战斗能力也很强 四个三级英雄 来 老板的话也是敲了一波民兵 率先把这个分框给拆了 好 手足踢了个加速 你拆我分框 我这边撞你的战损 闪电链交不交 不由 这边农民的状态有点差 好 分框拆完了 大法师要不要撤 牛头电盾一套 来 要不要踩一脚 好 被山丘给晕了一下 牛头牛头完全冲 出法师部队 这一脚踩下去 天崩地裂 另外一边的话 完了完了 人子这波部队感觉要死很多 老板的话 没有及时TP 战随稍微的有点高 这一波有点弹了 应该是拆完分框就赶紧撤 这一波再打下去 看看 打下去的话 大法师有大雪 还可以再撑一货 山丘还有蓝 可以可以 山丘还可以蓝 再赚一波 老板车叫TP了 撑不住了 哇 人口3745 总体来说 浪漫还是有点贪了 应该插完就走了 没有走 所以这个部队掉的有点多 那手组继续开矿 要不你继续过来冲 大法师三级 山丘三级 目前来看的话 先知倒是率先到了四级 好 念念不忘 对这个温泉赶紧练赶紧练 刚才牛头搞了一个力量加六 确实硬啊 浪漫又来了 这一波大法师没有TP 要小心 好嘞温泉 挡起一往 牛头一脚 大法师很危险 哦呀 牛头走位过来 好 位置站好 一脚 哎 有无敌顶了 那有无敌顶了 我就不惨 可以 人口现在差距有点大 大法师倒里面去泡个温泉 哦呦呦呦 大法师无处可躲了 大法师又要正往 躲到小角落 没有TP 这一波大法师有点急了呀 好 大法师阵亡 这波民兵敲了过来 来 把东方的控制单位 狼藉给秒了 山丘能否扛得住啊 山丘这个小身板 牛头一脚踩下去 这一波浪漫 打得还是有点急了 来 牛头身上有大无敌 哎呀 不好秒 先知的话有回神 也不好秒 那只能撤退 小农民啊 来来来 里面垫个后 山丘的话 有个耐久光环 移动速度还是可以的 上来一个锤 解决掉走 对手暂时没有狼藉 山丘可以全身而退 这一波大法师 好 再一次买活 三级大法师买活 但是没有什么状态 要小心 这一波的话 没有女巫 哎 不太好留对方的单位 山丘马上有锤子了 来 62 63 63 64 65 哎呀 没有继续去追 怕对手狼奇过来 好吧 撤 这一波团战 双方战随 人足 1400 这边的话是1000 还是兽足小壮 兽足的分框 马上开出来了 这一局的话 浪漫打得还是 有点着急了 大法师马上到4 山丘的话 已经是4级 双4 对手那边 先知已经是5级了 经验值方面 还是兽足 多赚了一点点 家里被三井隐身狼 搞得有点难受 也不生个反应 哎 单矿就这点难 每一分钱啊 都要细细的花 小小兴兴的花 大法师这一波没有TB 嗯 单矿没办法 大法师死了两次 没有多余的钱去买TB了 你再买TB 你的兵就会越来越少 好吧 绕了一圈 再来 这一波买TB吧 还是买无敌 买TP 呃 这 这直接走吗 哇 难受 好 撤退 这一波撤退之后 人足兵力的话 是越来越少啊 人口已经差距非常的大 三井隐身狼 还在你家里 哎 继续骚扰 好 分关一链 山丘 还是倒不了五 倒不了五 小翻牌比较难 兽足现在打得倒是比较稳了啊 家里的话 鲜框鲜粉 因为 三斤隐身狼 时不时过来骚扰一下 好 打了一个闪避护斧 那大法师现在四级四级闪避护斧 没有TP啊 刚才买一个TP就用掉了 嗯 飞龙 我来侦查一下 五十六 大战四十 领先了将近十六人口 这一波抓到你在这里练 那受阻大军过来 大法师没有TP的 能否全身而退 是个问题 对手有三个狼旗 哇 这不太好走了啊 三个狼旗 还有萨满 完了完了 这练机被抓 好 山七又看看能不能电后 敲个立板 掩护兄弟们撤退 这边女巫手动缓速一下 哇 闪电脸一焦 浪漫打出积极 我们恭喜搜影 这一季的话 浪漫稍微的有点贪 大法师死了两次 恭喜搜影 好 为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阅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